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這一節請來Stanley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Stanley,你好 歡迎大家打電話或電郵給我們 電郵是204-6566,電郵地址是 ask.bschannel.com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大事最新的走勢 看到升幅擴大了,升跨近60點 做21,722點 至於國企指數方面,就是升兩點至9052點 大致成交271億 至於內地股市方面 看到三大指數繼續向下 湖深300指數跌10點至3,266點 上正指數跌9點至3,045點 深淨城指跌44點 做10,778點 首先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有陳先生的電話旁邊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你好 你好 有些什麼股票問題想問呢? 我想問1999和金價 其實18700都是關金價的事 就是這兩件事 1999你說是敏華嗎? 是的 是的 其實我想問他為什麼一下就很厲害 嗯?你應該掉下來這一刻 是的 沒錯 明白 不如我先聽你的口問 陳先生,我都沒有記錯 你之前問過金價的行程 是不是? 還有呢 也好像問過招金 我先回答你招金 招金我記得你之前也有貨 但你放了沒有? 其實是孤孤放放的 今早也在一個比較低一點的位置 明白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跟你談過 都說你可以先走一半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再高一點再走貨 是嗎? 是的 但到現在這些位置 你說再買招金 我又不反對 甚至乎你這個暴雪策略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始終金價 你問我怎麼看 我還是看得比較樂觀 特別是 當然 因為今屆上星期的時間 都有兩件事項 影響著它的走勢 第一 就是英倫銀行那邊 基本上就是 它那邊沒有一個減息 沒有一個減息的動作 但其次就是 這個土耳其那邊的事件 都令到今屆有一個 幾億顯著的反彈 但是因為今個星期 甚至乎你說 在下一兩個星期左右 都會有很多消息 影響著今屆的走勢 特別是因為今個星期 歐洲央行意識 大家預計都是不做事 但到下星期 聯署局 和日本那邊的央行意識 這個大家真的要密切留意 特別是 如果你假設 比較留意金價的走勢 下星期的情況 可能會令到金價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動 這個你可以留意 但是如果你是以招金為例 基本上因為 上次都和你分享過 只是說 如果你問我選的話 我會選280 因為本身 它的走勢 和金價是很混合的 和這些很不同 因為這些 叫我金礦公司 有時候股價的表現 上路會比較大些 而且好像以紫金為例 就是你見到 因為它那個 即激營運那邊 可能有些 比較差一點 所以反而它那個業績 是要出現形影的 所以就 如果你是安全為上的話 就是 這個280 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如果你純粹短炒的 好像你說的 招金為例 因為基本上和金價的 敏感度 它最高 短炒是可以考慮的 而且現在穿了9元這些位置 駁去大概9.5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直駁 所以你這個部署策略 即下跌下去的時間再買 甚至乎 這一轉的時間 去再調心一些 假設去到8.5元這個位置 的時間 你再加注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所以這一隻 暫時我都會建議你 你可能炒掉那個波動區間 可能移到大概是8.5元 至大概9.5元這個位置 好啊 再問陳先生 是不是想問一隻敏華 是啊 他是去到5元 但是 陳先生 敏華 你本身自己有沒有買過 很久之前有 不過那時候 賺多一點 走 後來看它高 就不敢買 誰知道 今天一看畫 很厲害 明白 其實敏華的波動性 都真的幾大 其實因為之前的時間 大家都可以炒作一些什麼消息 就是說 美國那邊的房地產市場 是比較好 這些消息 所以你會見到 不單單是敏華 連這個創科的股價 1669 都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而敏華的走勢 為何會更加強 最主要是因為公司本身 我記得公司有些回購股份的動作 所以令到股價 其實之前都升得比較多高 其實你說這些位 12.0 這些位置之前的時間 我就不建議大家買 即是地板轉 你說到現在這些位 即是薄不薄好呢 我都會覺得等一下 當然公司這個業務的性質 做梳化的 你可以說它做得好 又好不好 在業績 其實它又不算很差 但是 今天的下跌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原因 當然這個 我自己純粹自己推敲 你說是不是又不知道 因為其實公司現在 又不單單是梳化那些 又不是單單 是叫輸去美國那邊的 那我本身現在Local 即是中國內地方面 都想說 叫它加大回這方面的發展 剛剛出了個樓市數據 你又見到好像 似乎升幅的那個 升幅度 是叫做一些收窄 會否借小的調整 都真的不出奇 所以暫時來 如果你沒有貨這一隻的話 那我建議你等下 甚至乎 因為如果你要讓我選擇的話 就是選擇 因為假設你本身 是看我這個 美國的樓市情況的話 我反而會見買另一隻 買哪一隻 買創貨的 這一隻反而真的 股價相對 當然有些調整 但這一隻本身 那個業務的性質 都是比較穩定 還有今個星期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美國當地 都會公佈一些 那些叫做房地產的數據 如果你假設看過這個數據的話 其實這些創貨也好 不吻壞也好 可以駁到反彈 特別是這一隻 但我暫時會建議你 讓它先落深一點 你說落到大約 那間是十個半這位置的時間 千萬去駁到反彈 好啊 陳先生 還有沒有其他股票問題 想問Stanley 大約上都沒有 謝謝你 謝謝你的電話 好啊 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 還有至於電郵地址 方面就是 ASKatbschannel.com 在接聽第二位家庭觀眾的電話之前 我先和Stanley說一下個別的股份 先和你講一下體育股方面 上星期五 中國公佈了第二季GDP數據 都比市場好 當中和內需關係密切的體育股 看到有些跑出 都是當下升幅最高的板塊 而今天看到一隻特報 也有得升上來 公佈向這個品牌代言人 謝亭峰就是配售500萬的新股 佔國大之後股本0.23% 配售價就是4.5% 即是上個家日 即星期五的收報 就是日價了1.3% 對於特報來講 你覺得它的升幅 會不會繼續持續得到呢 即是可能 會不會是可以去到4.5% 或者是樓上的位置呢 其實你一些的 叫配股的行動 基本上就 你可以說 又不算很特別 特別是說 其實你看回這一次 它營購的股數 其實是500萬股 兼且是有一個叫日價 當然你說 如果以一般的公司 有這些叫做法 變成你也可以說 因為有日價 變成可能你說 就是營購方 都看好公司的股價的前景 所以有這個動作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以回公司 提及到的一些原因 它就是因為 本身跟這位 謝霆鋒 本身也是合作 超過了10年 也都希望有更一步的合作 也都可能會設計 推廣一些有關 例如代言人 一些系列的產品 所以變成有這個合作 我覺得又不太特別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次這個股數 當然你可以說 對於 我想這個是一個叫做姿態的動作 即是一個姿態來的 變成你說 對於這個股價 是有一個心理上的幫助 但是似乎你說 能不能夠去到 去那個營購的那個位 現在言之上做 因為始終 都看公司本身的發展的情況 所以現在能不能到這位 我想是言之上做的 好啊好啊 再跟Sanny 看另一隻股份 看看鐵貨 編號1029的鐵貨 現在升幅都比較顯著 升了一成上來 他就說 K&S成功了生產第一批 1000噸的鐵礦石 7月15日 已經生產超過1000噸的鐵晶礦 並且儲存在礦的負存 累積的負存增加 去到一個顯著的水平 看到股價方面 升幅就這麼大來講 你覺得他的前景又怎樣看法呢 沒錯 如果單以今天的升幅 看圖大家會見得到 今天的升幅就好像很厲害 這個是一個三個月的圖 如果看這個半年圖的話 表現都好像很亮麗 如果再拉遠一點的話 一年圖你又會見得到 其實我估計跌了很多 所以有這些消息 令到股價可能有個反彈 是不出奇的 但問題是公司本身的時間 即是從事這個叫做鐵礦石 鐵礦石的價格 在之前的時間是一陣的上升 但似乎大家都關注 這個板塊 都面對著一個坦能過剩的情況 而且對於公司來說 這個消息的幫助 可能你說的象徵意義 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股價可以上升 都真的不出奇 但正如途比數也見得到 雖然現在升了上升也好 但似乎到這些位置 再升的空間也有限 而且公司本身的基本面 也不算太理想 所以即使今天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也好 但似乎這些位置 都不建議大家追 即是短策也不建議大家追 而且公司始終的基本面 也不算很理想 所以我都會建議 就是沒有課 都不要考慮著 好啊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和Stanley做個申報 剛才說過這麼多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多謝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